说了这么多有关基本胃病的知识 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怎么去预防了 但是如果不幸,有了胃病 我们又怎么去保养,来到我们没那么容易 继续恶化下去,又可以有机会康复呢? 当然,首先是由饮食方面着手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我们多数都应该以一些比较温和一点 软熟一点,比较清淡一点 素的或者是海鲜类的,是为主做我们的食用 最重要是做到定时定量,小食多餐 如果我们每一餐能够吃到七分饱,那就是很好了 早上的时候不可以不吃早餐 更加要吃得很丰富 中午的时候,你要吃饱了 但是晚上就尽量小食点了 设计是步饮步食 除了三餐以外呢 你如果是需要小食多餐的时候 可以在上午、下午和睡前 各家小许的点心 不可以太多 特别是睡前 你要两个至三个小时之前 不可以进食 你如果你的晚餐是吃得早 因为有些朋友 5点多钟 6点钟 他就吃晚餐了 变了他如果是11点钟睡觉 中间是有几个小时 所以他在睡前的两个小时 吃少许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晚餐是比较吃得夜 如果吃到8点钟才吃晚餐 差不多要临睡 变了他睡前的小食 就不能够吃了 否则就会变了 睡觉的时候 消化未完 就会引致你有更加的 胃部不息 为什么要少量多餐呢 少量 就可以避免你的胃 觉得很胀 又令到那些胃酸是过多分泌的 因为有食物进去胃酸自动分泌 去消化的 胃酸过多就可能会 胃酸倒流 令到我们的食道 黏膜受到灼伤 所以我们就要 少量多餐 就是小食多餐 为什么要多餐呢 因为多餐的时候 令到我们胃里面 时时有些食物和胃酸在 进行中和 从而防止了侵食的胃黏膜 和溃养的范围会更加加重病症 所以特别是有股羊的时候 更加要小食勤餐 吃饭的时候 尽量要嘴酌 得很小心 而且你吃饭的时候 心情要放松 而且你吃完饭后 不要立刻开始运动 和开始洗澡 做工作等等 都不要 要略为休息 最好休息 半小时 才去 散步 或者是做你的岸头工作 或者是洗澡 这些都是要最少半小时后才做 食用方面 就要采用一些比较温和的饮食 每一餐里面 我们都有六大类的食物中 广泛摄取各种的食物 不可以偏食 这样才可以获得 均衡的营养 不可以仅是吃 一个淀粉质含量高的食物 饭后 千万不可以平堂 否则你的食物 就涌上 那个胃液就涌上你的食道 那你就会有胃酸倒流 我们患胃病的人 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要 戒口 那几样东西 戒什么呢 首先是戒刺激性的食物 像咖啡、酒、肉 很浓的肉汁 咖喱、辣椒、胡椒 这些戒末 都是会刺激我们的胃液分泌 令到胃烟膜是受损的食物 尽量要避免 胃是 喜欢一些暖的食物 不喜欢冰的食物 因为它里面是暖的 放一些冰的东西 令到它是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 寒凉的食物 不止是温度寒凉 而正质寒凉的食物 好像绿豆沙 都不适合吃那么多 尤其是绿豆 这个是比较难消化 也会有很多胃气 第二样东西就是要戒酸性的食物 那些酸性比较高的水果 好像 菠萝 或者叫凤梨 西柚 橙 金骨 这类 各样都是比较酸的食物 如果你饭后吃少 对胃病病情轻的 是可以的 不需要一定是不准吃 但是如果是比较育养严重的 就不适宜太多 兼且 不可以空肚吃 空肚的时候 刺激性太高 最适宜吃的就是 木瓜 可以当是一个养胃的食物 不过有些人 酸性较多 木瓜也不是主张吃得太多 接着第三样就是 戒铲 这个有气的食物 即是你吃完会不停有很多气 胀着你 就好像豆类 难消化食物 当然不可以吃了 因为 令到遗逼更加容易磨损 像芋头 栗子 烧肉 烤肉 这样 炒饭隔夜的那些饭 有时炒得真的很硬 那么硬的食物 已经是令到你的胃壁 首先要做多些工作 而且有些食物 好像年糕 粽 糯米类的那些 是更加不适宜 不是说这些 硬的不适宜 有些软熟的 好像蛋糕 甜品 这些油炸的食物 都是不适宜的 因为甜的东西 都是会饮胃酸的 那你更加多些胃酸 就更加容易却伤 第五样东西 就是病患者要注意 不可以吃得很冷 或者很热 或者很稠 很黏粒粒的 好像糯米这类的食物 要戒烟 禁酒 同时你服食药物的时候 要注意服用的方法 最好是饭后服用你的药物 以防刺激你的胃黏膜 而导致你的病情会恶化 有胃病的朋友 除了刚才提及的饮食上要注意之外 还有几点要小心 要保暖 特别是秋凉之后 日头和夜晚的气温 相差很大 如果有慢性胃炎的人 要特别注意你的胃的保暖 要添加衣服 戴着秋外出 晚上睡觉的时候 蓋好皮 以防你的腹部着略 而引发胃痛 或者加重你的旧病 还有当然 情绪上要平心静气 要养性瘦心 专家认为 胃病 十二子肠 酷酿 这些病 的发生 和发展 是和人的情绪 心态是有密切的相关 所以 我们要心理卫生 即是保持精神愉快 和情绪 稳定 不要紧张 不要焦虑 不要生气 护露这些不良情绪的刺激 都不要有 同时 我们要有适当的休息 和工作 不可以过劳 这样 你的胃病 的康复 就会好些了 当然 最后要配合适当的运动 视乎你自己的体质 要什么的运动 适合你自己 个别不同 你为什么要运动 因为要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 这样就减少疾病的复发 可以促进你的身心健康 有胃病的人 是不适宜饭后运动的 最好你休息半个小时之后 等胃的食物 可以消化得差不多了 才开始去工作 或者去漫步 这个对消化方面 比较好 所以 基于以上各种的 对于胃病病者 你们如果能够遵守得到好的话 你的胃病就不会容易恶化 亦会有康复的机会 这个和一个预防 胃病那里 是有所差别 因为 这个有胃病 而要注意的 是比预防更加多的 希望大家注意了之后 就不会 有容易胃病的复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会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会订阅 转发 打赏